真的是很妙啊 海灾中也有阿努纳奇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戏看海灾的欧望啊 去年呢 我用放大镜研究了两天 爱妮鹿的飞夜故事 得出的结论呢 是晋的种族祖先来自月球 前几天1023话情报终于更新说了啊 晋的祖先名字叫Lunarail 而Lunar呢是月球 哎 基本上啊 算是把我去年这个推测给实锤了 但是呢 你以为啊 我要开始臭嘚瑟 开始吹个逼了嘛 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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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月球祖先这个结论啊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的推测依据 也就是今天的主题 阿努纳奇与海贼王 括弧啊 特别说明 以下呢 关于阿努纳奇的资料啊 有些是自己查的 有些是来自老高于小默 口官僚 先说阿努纳奇啊 是个啥 在国外古文明领域 有个专家学者叫西秦 他解读了苏美文明的 蝎形文字石板 搞了一本著作 叫地球编年石 主要的关键是 外星生物创造论 内容啊 大概说的是在多少多少万年以前 地球还没有人类 而在地外的其他星球中 有个叫尼比鲁的星球 已经有了先进文明 但是这个星球的大气楼了 需要把大量的黄金 研磨成带电的纳米粒子 形成保护网修补大气 不过尼比鲁星球的黄金资源 已经耗尽 于是尼比鲁上的人 也叫阿努纳奇 他们从天而降 来到地球 开采黄金 那么能源耗尽 来其他的星球 挖矿的这个情节 对应到海贼里 不就是艾尼路 在月球上看的壁画上面 讲的故事吗 在470画飞业壁画中 这几个种族的月球人 在挖矿提炼发电激活小兵 而且这三个种族的装扮特点 很明显 分别对应后来的空岛白色大翅膀族 小翅膀蜗牛角族 小翅膀兽皮帽族 然后到了472画飞业 由于这个月球都市资源枯竭 月球人便去了蓝色星球 而且呢 这里还透露了这个月球都市的名字 叫比鲁卡 那么相信大家呀 都还记得艾尼路来斯开派之前 回掉的自己的空岛家乡 也叫比鲁卡 也就是存在着一种可能啊 当年三个种族中的白色大翅膀族 从月球来到了某个无人居住的空岛 于是他们定居下来 还沿用了在月球时的都市名字 比鲁卡 所以艾尼路带来的神官呢 都是大翅膀族 然后呢 再看三个种族中小翅膀兽皮帽种族 他们带着收集资源的任务降落到了加亚岛 收集了大把的黄金 甚至建造了黄金都市香多拉 而且就连黄金都市的位置啊 都和他们在月球上生活习惯是一样的 建在地下 那么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啊 月球缺乏的资源呢 就是黄金 也就是这个壁画中用来发电的小黑球 指的就是黄金 然后呢 我去年的这期视频中啊 提到 因为在壁画中呢 还有一个只画了半张脸的小伙 所以我断定 在月球移民中 除了这三个有所对应的种族 一定还存在着第四个种族 于是何之国篇当黑色大翅膀的晋出现时 我才立即联想到了这半张脸 那么这就很明显了 月球移民的四个小种族 大概是这样的 小翅膀蜗牛角族来到了斯开派 成了空岛居民 小翅膀兽皮帽族去了加亚岛 后来建立黄金都市香多拉 黑色大翅膀去了红土大陆 也就是晋的祖先 白色大翅膀族去了空岛比鲁卡 后来被埃尼洛给毁了 还有相信大家都发现了 比鲁卡这个名字与尼比鲁十分类似 所以不管怎么看 伟天都是引用了外星生物创造论 把外星球尼比鲁比作了月球 把带翅膀的阿努纳奇比作了月球移民 而在外星生物创造论中 人们又把从天而降的外星人阿努纳奇称为神 这也是为什么在最新一话情报中 当我们看见金的种族竟然是神之国时 我会那么的那么的激动 那么听到这个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喵 这才刚刚开始 我们继续来看阿努纳奇的故事 在苏美文明的阿卡德语中 阿努的意思是天那是与其是地 阿努纳奇也就是天与地 然后他们首领的名字叫阿努 但是他并没有亲自来地球 而是派了他的大儿子恩基 当绝金队队长来地球挖矿 然后恩基还有个老婆叫宁霍尔萨格 恩基虽然是大儿子 但其实是庶出 他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恩利尔 是他爹阿努的大老婆生的 也就是说恩基虽然是恩利尔的哥哥 但恩利尔才是王位继承人 才是太子 恩基的名字的意思是大帝之王 而且他还是蛇神 在苏美传说中 他也是水神 掌握智慧和创造 然后恩基到地球挖金矿石 还带了很多的奴隶 这些奴隶本来就是侍奉阿努纳其的 他们有一个统称叫伊吉吉 也就是说最开始真正下手挖金字的人 是伊吉吉 但是有一天 挖金人伊吉吉不满神 阿努纳其的安排 挖着挖着就造反了 集体不干了 还与阿努纳其发生了战争 接着重点来了 虽然挖金人伊吉吉一般被翻译为守望者 但是伊吉吉在阿卡德语中的直接意思却是 眼睛 那么说到黄金和眼 你一定会想到海贼中的灵形大叔 在帮助草帽团登陆空岛的229画 他对罗宾索在骷髅的右眼看到了黄金 还交代说这是诺兰度 含泪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 而后来的剧情中 将空岛和加亚岛的地图拼接起来是一个类似骷髅脸的地图呈现在眼前 而黄金都市香多拉就在右眼 那么也就是说 阿努纳其故事中的黄金对应到海贼里还是黄金 瓦金人伊吉吉对应的是收集黄金建造黄金都市的山迪亚人 而伊吉吉的意思眼对应的正是骷髅的右眼 那么简单来看 瓦金人伊吉吉与阿努纳其的战争 就是两类外星人在地球上打仗 同样的山迪亚人与空岛人的战争 不也是两类外星人在地球打仗吗 而且伊吉吉和山迪亚人的任务相同啊 都是在收集黄金 哎怎么样啊 是不是觉得更妙了 然后你以为到这就完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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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努纳其的神话故事中 伊吉吉不干了 但是对于恩基而言呢 瓦金矿他是任务啊 还得瓦呀 于是呢 恩基利用手中的神杖发现 并改变了生命的最小结构 也就是DNA 顺便一说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DNA里面呢 有简基 简基的日语呢 叫炎基 独作恩基 也就是恩基的名字 哎 这不是巧了吗 这不 后来呢 恩基将阿努纳其的DNA和恐龙的DNA啊 相结合 再提升了一下恐龙的智商 制造出了蜥蜴人 没错啊 就是那个网络上传的蜥蜴人 那么恩基啊 用权杖发现并改变DNA这事儿 对照到海贼里啊 不就是贝加庞克发现了血统因子吗 鬼天呢 可能啊 还担心我们不理解血统因子的设定 特意画上了DNA双螺旋结构 那么恩基点化恐龙成为蜥蜴人 这事儿对应到海贼里啊 自然就是贝加庞克啊 甲智啊 凯撒啊 甚至奎因啊对血统因子的研究应用了 包括和平主义者的黄元激光 剑马的克隆士兵 物品吃恶魔果实等等等等 哎感觉呀 哎越来越妙了 对吧 但是到这里还没达到高潮 接着说 阿努纳奇的故事在造出蜥蜴人之后啊 他们就发现 哎蜥蜴人啊不能自我繁殖 只能克隆 那克隆呢就要经常用到阿努纳奇的子宫啊 于是呢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阿努纳奇的太子恩利尔啊就不愿意了 于是呢恩利尔和恩基啊就打了起来 一架之后啊又坐下来啊商量说啊 哎咱们呢再创造一个生物吧 让他也既可以听话的下去挖矿 也可以呢自我繁殖 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将阿努纳奇的DNA和各种生物啊相结合 比如狗啊鱼啊哎什么的 制造出来的呢就是狗头神和美人鱼 所以我们现实世界的历史遗迹壁画上 甚至在召唤是虾谷里啊都会经常看见狗头神 而至于美人鱼的传说嘛 哎那更是啊全球通用了 哎很神奇啊 但是阿努纳奇的故事中啊 他们的这些尝试其实都失败了 搞出来的这些生物还是不会自我繁殖 最后他们盯上了我们灵长类动物 而我们前面说过恩基是水神大地之神 所以他提供了水和土 恩利尔则是灵魂情感之神 所以他提供了灵魂 再加上恩基的老婆宁霍尔萨格 这三个人合作啊 才创造出了两个生命题 也就是人 男的叫亚当 另一个大概是双姓的叫莉莉斯 至此阿努纳奇才拥有了可以自我繁殖的工具人 那么呀哎很奇妙的东西要来了 阿努纳奇的故事中重点说明 他们尝试过的动物有恐龙 鱼狗和人 然后回看840话这张图 这不就是恐龙鱼狗和人吗 哎怎么样 震惊们可否把兄弟打在公屏上 当然了听到亚当这个名字 你肯定就知道啊 到这里肯定还没完 在阿努纳奇的故事中制作出的亚当和莉莉斯 没啥自我认知啊 超单纯的 太子恩利尔一看 这俩人啊 真好看啊 我喜欢 哎就把他们养在了伊甸园里 不让他们去挖金字当狐狸 但是恩吉肯定不同意啊 我们费老鼻子劲造出来的人啊 就是干活的 哎于是这哥俩啊 又打架打完再做下来 一商量决定啊 一人一个吧 把亚当留在伊甸园 给太子恩利尔当宠物 把双性能自我繁殖的莉莉斯 给恩吉去挖金子 而恩吉呢 我们前面说过啊 他还掌管智慧 所以莉莉斯刚到恩吉这里 恩吉就给他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实 让他产生了智慧 哎好好干活 好好繁衍 但是伴随着智慧的产生 莉莉斯也产生了欲望和善恶观 就觉得哎 凭什么啊 你亚当在这个伊甸园吃香喝辣 我在这儿苦哈哈的繁衍人类 去挖金矿呢 而且吧 在我莉莉斯 引诱夏娃吃智慧果实 这就与圣经中的故事类似了 也就是说树上那条蛇就是莉莉斯 接着亚当夏娃也有了智慧啊 有了嫉妒啊 憎恨啊 也就不纯净了 恩利尔也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不要他们了 那么阿努纳奇的故事啊 大概如此 然后至于到了海贼王中 早在431话 弗兰奇见到桑尼号时 他就提到过 在某岛有树啊 不管枪林弹雨 还是城市毁灭 人们都能重新聚集在树的周围 重建家园 而这样的几棵树中 最厉害的那棵 就是巨大的神树 杨当 那么这个巨大的树在哪呢 我猜测啊 应该在巨人国吧 毕竟大妈回忆幼年时 865话866话背景中的巨大树 过于明显 而且巨人国并不只是有埃尔巴夫一个 世界各地啊 有很多个巨人国 所以如果每个巨人国都有一棵巨大的树 那么这个数量呢 就与弗兰奇说的 全世界有几棵这样的树啊 不谋而合了 至于夏娃嘛 在海贼王啊 612话啊 被用作了愚人岛的杨树 夏娃 而神话中的莉莉丝呢 与智慧之国有关系 所以盲猜一下 以后的剧情中 韦田可能会将莉莉丝这个名字 用于神树亚当或杨树夏娃 或者是其他的巨大的树上的果实 但是我更期待啊 莉莉丝与这个答案有关 当然了 由于漫画还没有提到莉莉丝这个名字 巨人国上的巨大影子也没说啊 是神树亚当 所以呢 关于这点呢 我们不过多猜测了 然后你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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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妨再回到现实中 在阿努纳奇这个神话传说的起源地 也就是两河流域的苏美文明 考古学者呀 在遗迹中挖掘出了大量的泥板 上面呢 全是歇形文字 把这些泥板拼到一起 便是刚才讲的阿努纳奇的故事 那么这个文字呢 也就很有可能啊 是尼比鲁的文字了 也就是外形文明的文字 而海贼中呢 月球壁画上的文字啊 一看就能看到啊 这与历史证文的文字非常相似 也就是说 海贼王中的历史证文文字 与现实中的歇形文字 具有相同的设定 都是来自地外文明的 而且把石头拼一起 讲述一段历史故事啊 我想这个事啊 大家都不陌生 这不正是考古学者罗宾在做的事吗 怎么样啊 是不是又细又妙啊 然后呢 你以为到这就完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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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 大家呀 可能都有这个疑问 为什么啊 你一个日本漫画 会引用苏美文明的神话传说啊 这就要说到外星生物创造论的那些学者 他们一直在研究阿努纳奇啊 那伙人当初降落到哪了 研究到最后呢 他们觉得啊 应该是一个进波斯湾的城市 这个城市的名字呢 叫苏萨 而恩基到了这个地方 变成了这里的王 简称苏萨的王 后来这个研究结论传到日本啊 给日本人啊 吓得一跳 因为苏萨的王在日语里叫苏萨诺奥 这就与啊 日本神话中的虚左之南的法语一模一样了 哎 这个我还找小海哥合十了一遍 苏萨诺奥 所以呀 很多日本人呢 都相信外星生物创造论 韦田呢 也如此隐晦且巧妙的把他们用到了海贼王里 而且吧 其实很多优秀作品呢 也都有这些元素 比如老贼的猎人啊 这玩猫的姿势啊 如出一辙 还有我们的真国漫之光玲珑 我记得啊 有人分析说过 光影之主的脸呢 是猎户座 那关于猎户座的外星文明 这个神话传说呀 哎就多了去了 而且呀 正如大白这期视频解读的那样 玲珑与苏美文明 以及上古文字啊 也有所关联 好了 那么我认为呀 这个海贼王中啊 能确定与阿努纳奇相关的内容呢 大概如此 但很明显 以后的漫画中一定还会涉及更多 毕竟金的种族被爆出来后啊 同样戴翅膀的大天狗 大翅膀的还没有出场的超新星怪僧 都会被关联上 甚至黄金之都香多拉的事情 二十国联军 以及天龙人的历史背景 也就是那空白的一百年 可能或多或少都会与阿努纳奇 或其他的神话传说有所对应 那么你能听到我聊到这里啊 说明你对海贼啊 一定是真爱 而如果你有受到一丝丝的震撼啊 希望能点个关注 点个赞 顺手分享一下 让更多的人感受海贼的魅力 好了 那么我要去刷碗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